早安 graders едьken 詞曲 Impact 我們今天跟同學們 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課程 有上過我的課 舉手 幾個而已吧 其他都沒有上過 我在上课的时候 有一些规定 上过课的同学都知道 其实这个规定 我觉得并不是说 我这位老师特别的规定 而是我认为 我们是七管系的同学 我们希望的是 这四年 对你们毕业以后 能够很顺利的就业 能够把你所学 表达出来 在企业界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人生 在你一辈子里面 其实最重要就是工作 你有愉快的工作 胜任的工作 你一辈子都很愉快 你一辈子都很健康 目前我们 台湾的一个数据 统计数据 正常的一般 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人 85岁没问题 85岁没问题 所以我会要求 我的上课的同学 你可以很轻松的学习 但是有几个 我不能接受的 同样的 当你到企业界以后 企业界也不能接受的 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业界 它绝对不会让你有这种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你打瞌睡 开会的时候你讲话 或者说你不用心去投入这个会议 所以上课也是一样 上过我的客人都知道 我们必须不能睡觉 不能讲话 然后呢 你迟到次数多 迟到偶尔 当然没有办法 你们现在是第三节 第四节 应该没有理由迟到 那参与的次数不多 当然就影响你的分数 接下来呢 这个规定 我慢慢的一周两周 你慢慢习惯 第二个呢 我要跟同学们提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利用这个 这个课程 用这一个教室 来跟各位上课 最重要原因就是 其实呢 我们气管系慢慢会建立一些 我们教学过的一些资讯 等一下 同学有问题可以问我 你有问题可以问我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或者要共同的问题 不管共同不共同 你随时都可以举手发问 我们课堂都是很自由的方式来上课 那我还没有开始上之前呢 我要跟同学们提一下 你们建置好 ePortfolio建置好的举手 应该每个人都有吧 你们的学习网页 学习历程网页 有没有建置好 没有建置的举手 都有嘛 其实我们 你们学好这个东西 你可以在 你的学习的网页 就是我们讲 学习历程的网页 你可以了解老师教学 你可以连接到老师的网页 你可以从里面 获得很多的资讯 包括你自己学习的成果 那我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把进入我的部分 我现在会利用这个部分呢 尽量把我的上课的每一周的内容 通通放在上面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现在在上的 以前上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这个专题制作啦 企业研究法啦 企业资源规划 我都会在上面 那现在呢 你们这一门课就是 企业研究方法这地方 然后这每一次 我都会丢上去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有时候我一次都丢好几周 我会把预先告诉你们 这个内容是什么 像今天 今天的部分呢 今天的部分 你进来 我有这么多 要跟同学们说明的 我这里面提到 一个很重要概念 这一学期的课 我们叫做研究方法概论 那你们是不是下一期 开始要进入专题制作 对不对 我把这一堂课 定位在你们专题制作 要接续的时候 你会有具备 专题制作的一个能力 你会跟同学一起呢 好几个同学一组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整个专题制作 把它完成 基本要的能力 我可以在这边让你们了解 那我把以前上课的方式 做一个修正 这一学期 希望能够全班 你们一班 做一份 做一份报告 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我们会 大家一起讨论 过程中 我从带领你们 从我们的专题制作的 题目开始 慢慢进入到最后 你把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 在我们这边 这个堂课是虚拟的 不是真实的 所谓虚拟的 因为你们有四五十个同学 加推选以后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呢 四五十个同学呢 大家都是研究者 大家都是被研究者 研究的对象 比如说大家讨论出一个题目以后 假设啦 假设 我们定位在某某一个企业 这企业是什么呢 像你们的学长姐 我指导过的 有对高铁的做一个研究 有对黑猫 还有有的是对其他几个行业 做一个调查了解 了解说他们对企业界的需求是什么 或者说客户对企业界的需求是什么 企业界对自己自我的要求是什么 做一个研究 获得了一个结果呢 然后做一个贡献 让我们的企业界了解 或让我们自己知道 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未来 不管是组织的变革啦 或者行销啦 或者等等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我们这一堂课 大家是研究者 又是研究对象 意思就是我们是虚拟的 我们最后会有一个题目 然后我们会 每一个同学共同来拟定 拟定我们的问卷 或者拟定我们的收集 收集这个资料的方法 最后呢 每一个人都提供自己的意见 放上去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然后我们透过资料搜寻 到的结果呢 我们做统计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这个统计 做分析 分析好呢 对自我做建议 那我会在一个学期之后呢 短短一个学期 我不是很严谨的 但是呢 每一个步骤都有 让你们模拟一次 得到一份报告 包括统计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这是我这一次张课 跟以前我不一样 因为如果我还是照 这个企业研究方法 把它的功能 这个研究的方法 有多少种介绍给你 然后基本概念介绍给你 我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同学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要做这种改变 好 那这种改变的时候呢 我今天有这六大项 六大项要跟同学们介绍的 要跟同学们介绍 那介绍之前 我还是要回到我刚刚提到 为什么要在这边教室上课 就是气管系的同学呢 我们老师们希望 或者行政单位希望说 将来我们不管基础课程 或者比较专业的课程 甚至于说就业的课程 我们会把它录制起来 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不管上过课的同学 没有上过课的同学呢 你只要有跟我们申请授权 你就可以上去看 看一些你想知道的知识 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部分呢 做一个这样子介绍 那介绍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都会做一个录制 这个录制呢 是多方向的 有时候同学在 同学你们在表现 底下表现呢 很抱歉 我们也会被录起来 我们大家都被录起来 录起来的结果呢 比如说你发言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看出 我发言的时候 我怎么去发言 我讨论的过程中 我对我自己的表现 你可以去了解啊 我在跟同学发表意见 或者跟老师发表意见的时候 我的发表状况是如何 我看到的时候 我如何做自我改进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第一个呢 我今天会有这几项 叫做简介研究的目的 再来呢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方法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研究方法 能解决哪一些问题 如果说研究方法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我花了很多时间 没有意义 然后我会把一段时间 简短的时间来介绍说 过去实务上 你们学长姐或个人呢 在企业管理或者企业 甚至于说学校的需求里面呢 我们做什么样实务上研究 它的应用在哪里 那学长姐的研究结果 然后我最后把我的课程简介 放在上面 刚刚课程简介里面呢 你们可以看到 上去 你知道我们的学校 有一个课程的一个 教学大纲的网页嘛 对不对 你可以上去看 上去看以后 你就知道整个课程的简介 好 那我现在开始 来讲研究的目的 那还没讲之前 哪位同学要回答我 研究 你们认为研究要做什么 你认为 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 获取新的知识 研究有什么目的 可以做什么用 那研究的目的 我说研究 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是什么 获取新的知识 来 后面几个 后面几个同学 你在忙什么 那你们回答我 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要做什么 如果说研究来讲 不管是哪一种研究 目的是做什么 刚刚同学特别讲说 他说获取新知 他说获取新知 那你认为有什么 来 这位同学 研究目的要干嘛 研究要做什么 研究要做什么用 想想看 如果假设 假设说 你们四年级毕业了 然后你到一个公司上班 随便拿一家公司好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 流通业 流通业有很多 假设说流通业 加勒福 大润发 这些都里面 它虽然是超市 里面有一些流通的概念在 还有全家 还有7-11 这些都是流通业 如果他说 我现在发现 发现什么问题呢 发现说 我感觉上 感觉上 有很多顾客来问 问什么呢 问那个电源 问问 问说 我摆在哪里 什么东西 我找不到 什么东西找不到 如果问的次数很多的时候 代表说 怎么样一个状况 会代表什么 你认为代表什么 如果他问很多 结果发现 最近怎么很多人来问 问我们 这个东西摆在哪 东西摆在哪 那代表什么 来你说 刚刚同学 代表什么 你们几个 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货品 摆制 是不是可能有问题了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如果他代表 他的货品 已经摆制 有点问题 那意思说 我必须要想办法解决 讲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可以规划一些方式 找一些方法 来改变它 来解决它 那找方法的过程 是不是也叫研究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把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呢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目的 如果你没有解决问题 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 去做那些事情 对不对 当然 在解决问题里面 就包含很多 问题 这问题就包含非常多 可能可以去了解的状况 如果我要分类 我可以分内外部的问题 我可以分人的问题 事的问题 我可以分方法的问题 我可以分很多财务 成本等等 我都可以分 所有的问题解决 我们在业界 企业管理 或者企业的经营 企业的行销 我再问一下 你们现在三年级了 我们管理类 五大类 五大类 拿五大类 你记得吗 有没有记得 上过课的人 记得吧 有没有 产生产管理 然后呢 产销人发财 其实我们解决这些 产销人发财物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可以解决的 我们可以透过 透过什么呢 透过研究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叫做 企业 研究 方法 然后你要加概论 不加概论 我们没有关系 意思就是说 一学期的时间 不可能完全了解 如何做研究 可是呢 如果你好好地去了解 我们整个步骤 整个过程的话 等你毕业 你会有一个概念 甚至于说 下学期开始 你进行专题研究的时候 会做一个实践 这一学期所学的 慢慢都不用上了 用上以后 你就很轻松 把一个研究的一个 整个过程 乱完 把它做完 到了业界 老板要你说 我今天想解决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说 我有什么方式 可以去做一个了解 做一个解决的方案 你们上一届 上两届的同学 他到了公司上班以后 一个学姐 结果呢 他跟老板聊聊聊 最后上班没多聊聊 说他在专题制作学了 学东西学了 后来老板 好啊很好 我刚好有一个研究的 要做的 要解决问题的 我们同学就把他接下来 真的有这个能力 你刚刚说 这是第一个 我要让同学了解的 虽然说 虽然说我是用 这么简单的方式 但是呢 让同学了解 确实做研究 会有他的功能在 有他的功能在 他的功能呢 是让同学们了解 为什么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最后呢 有没有达到功效 是这样的概念 接下来我说 你们学习的 这个研究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解决哪一些问题 我刚刚讲说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这五大类都可以解决 研究方法 你可以解决很多东西 我举个例子说 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里面 假设我今天要把 一个生产线 把它的时间缩短 那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可能 你零件 你要装置零件 你要去装配 你要去做包装 它的线路路线的问题 或者送货的时间问题 或者跟它有关的一些 假设说输送带 输送带这个输送转 假设某一个关节 特别慢 那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路线的问题 可能是结构的问题 可能是什么 那你可以透过生产管理去 的一个方法 去解决它的问题 那如果说现在呢 行销 行销一样啊 如果说你有很多种行销方法 有红利的 有这个加其他的 这个 比如说打折扣的 很多种方法 很多种方法里面呢 怎么样 来 同学你回答我好了 有行销方面 如果说要做研究 有哪一些行销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吗 有没有 没有 如果说有很多问题 你要去解决 行销有很多啊 你也可以解决 很多问题啊 那个人资的部分 也有啊 譬如说你如何去招募人员 招募的效果如何 你是不是真正找到你的人了 你透过什么方法去 去做 做一个统计 发现说 我用登报的方式 我用网路真材的方式 我透过111人力银行的方式 结果哪一种比较好 我解决问题啊 不见得 A公司用111人力银行 他得到很好的人员 找到很好的人员 B公司就不见得可以哦 为什么呢 他性质不同嘛 好 还有呢 像这个研发的 研发管理 专案管理 你们现在有几位同学 考选专案的 专案有考了吗 还没有 正在上嘛 上完可以考专案的证照嘛 其实专案也是一个解决问题啊 我拿到很多专案 我专案在管理的过程 我如何做 专案才能得到效果 还有像最后呢 财务管理 成本的分析 如何让我们的成本降低 然后呢 销售的利润增加 等等这都是我们可以解决的 一些方法嘛 一些问题嘛 好 这是让同学们了解一下说 我研究的方法 可以解决 透过企业研究呢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如何 这一个学期的课呢 可以告诉同学 如何来解决问题 它透过什么呢 譬如说 我透过什么方法 去搜集资料 我要搜集资料前呢 我要怎么样去了解 别人针对这个问题 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然后呢 我觉得别人解决方案 对我来讲 是不是可以直接取用 直接是用它的方法改进 如果不行 我怎么样去了解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策略 对我的公司 解决这个相同问题 会比较好 然后我获得资料 我对象要从哪里来 我要从哪一个对象 去抓资料 抓的资料 才有它的所谓的代表性 资料获得以后 如何分析 如何分析 所以你看 如果说号这个部分呢 我把它再列出来 给同学们看一下 如何的部分呢 你看它透过很多步骤 如何资料的收集 资料的收集 我或者资料的查阅 查询 资料下来以后呢 我要用什么方法分析 然后呢 分析的方法 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分析 分析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来 提出我们的看法 也就是说 它的结论 这些怎么样提出来 有很多方法去做 这都是我们在 企业研究里面要讲的 当然我现在跟同学讲的时候 不是用真正的专业名词去讲 如果真正用专业名词的话呢 我们要变成说 好 我的研究目的是什么 我的文献分析是如何分析 文献的探讨是什么 我的研究方法是怎么样去做 我的分析之前呢 我研究方法里面有牵涉到 我的用量化 用直化 我要用文献呢 还是要用收集资料 还是我要用我的 这个网页上去找很多的资讯 然后做所谓的文件分析 这是方法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对象是谁 然后对象呢 又用什么方法去做抽样的呢 还是全面去检测呢 等等 那个是研究的抽样 最后我们要用分析 分析有很多方法 我透过统计 统计用什么软体 统计软体里面又用哪一种统计的方式 来得到我的目的 然后最后呢 我把统计的资料做分析以后 提出结论 再提出建议 这是比较专业的名称 我们后面慢慢会讲 至少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概念 从我的目的是什么之后 然后呢 我的方法如何做 也是我们这一学期 整个学期我会按部就班的 慢慢让同学们了解 那过程中呢 我会把记录一个一个一个呢 暗序的把它做出来 到最后你们会得到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我做给你们看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同学在过去两年的同学呢 其中两年我们都是做好之后呢 去参加全国的那个 等于是专题制作 商业类专题制作 我们同学呢 他们在都去参加 全国性的专题制作的竞赛 他们的结果是花了一年的时间 那我当然我们只有办一学期的时间 我不会让你们做到这么完整 但是每一个步骤我们都会做 我举个例子 用这个例子给同学们看 他是对那个素食业 素食业呢 他的员工去了解说 领导 店长的领导 他的领导风格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每一家每一家 素食业包括 这个顶瓜瓜的啦 刀瓜这个麦当劳啦 或者其他 肯德基啦这些 他们的店长领导风格 有没有不同 然后他的组织气氛会不会 你看他组织会不会觉得说 感觉进去 一个好像死期沉沉 一个很活跃很活络 是不是有什么差别 他的工作满意度 有没有不一样 他想了解这个 然后这个资料就可以去 让他们的业界来了解 甚至于说后续还可以继续做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让他改进 像这个同学们呢 就做了很多 比如说为什么要做 很重要哦 为什么要做 这研究动机 研究动机 为什么要做 做的时候呢 因为光是组织气氛 光是这几个 这个素食业那么多 你到底要做哪一个 你把它缩小 你不可能做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目的把它聊 然后你怎么做法 流程把它做出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 你看哦 刚刚那个 可能还有往下了 这里面他就把动机把它做出来 这个领导这个组织很重要啦 然后目的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 探讨之间它的关系 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那为什么是在前面讲的 然后呢 不同的领导的形态 对组织气氛有没有影响 不同的领导 哪一种领导模式 组织气氛最好 还有呢 不同的领导的模式 对员工的满意度有没有差别 这当然是对公式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它有一个流程 我先确认目的 再来收集我相关的资料 再来建立它的研究架构 开始做问卷的调查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步骤 再来做分析 最后提出一个结论建议 这都是你们学长姐 在做的部分 然后这是文献 文献里面探讨很多 然后研究的一个架构 研究架构很重要 带领你去怎么做 然后呢 再来提出这个研究假设 意思就是说 我这些之间的关系 我提出它假设 假设我还没有做之前 我说可能是怎么样 这叫假设嘛 假设它可能是 麦当劳的比肯达梯的 也组织气氛比较好 感觉上 我或者我收集资料获得以后 我把它做成一个假设 然后再来呢 我们把假设提出来以后 接下来就是它的整个设计 包括什么呢 问卷 然后问卷有一个信息效度 以后慢慢会交给你们 然后呢 再来 你看它研究会有限制 这限制里面是 我在抽样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我真正得到结果 不能给其他的素食业用 只能这几家在使用 等等 然后再来抽样的方法 抽样方法里面 譬如说 它现在抽样这三家 这三家总共有多少个 员工是它抽样的对象 然后再来呢 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它有很多的分析方法 这个我都会慢慢的告诉你们 我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 告诉你到 因为时间很短 这个通通是统计 统计的课程 学过统计了没 学过统计了嘛 对不对 那我会给你们加强 而且主要 这一门课 主要在给你解释的时候呢 我们的统计分析的方法 会用那个软体呢 会用SPSS给你介绍 你们学 有没有学过SPSS 没有 你们学的是什么 统计学完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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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学统计了 统计学了没 有 是用什么软体 谁知道 你们用什么软体 来你说 你是用什么软体 Excel 没有用软体 统计没有用软体 那你们将来怎么做 那个专题制作的时候怎么做 不知道 有学过SPSS软体的举手 一个 只有一个吗 两个 那不同班吗 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学的 那我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很快速的把基础的部分呢 如果可以 我尽量让你们了解怎么做 其实它不会太难 它不会太难 因为你们学过这个统计学了嘛 这些都是统计 统计出来以后呢 才会做资料分析 譬如说 这个是人口变相 次数百分比的分析 然后这个是 这个相关的分析 再来回归的分析 最后呢 它把它提出结论 结论 有这么多结论提出来 这么多结论提出来 好 这是让你知道说 你们学长姐 做到这种程度 但它是一年 那过程中 这些都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如何去做 所以刚刚讲到 如何做 我再举一个例子 刚刚那个例子给你们看好了 假设说 刚刚那个是PowerPoint 其实全文 它从这里第一章开始 到最后一章呢 总共连那个目录呢 大概九十几页的目录 就是花那么时间 把它整个表达出来 最后有一个成果 成果呢 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建议 让你的研究对象 获得一个收获 好 如果这种概念有的话 我就再回来刚刚所讲的 如果今天 哪一个超商 他最近发现 很多 很多的客户 在问店员说 我东西把它 我找不到找不到 那你要去解决问题 那个找不到东西 可能就是什么呢 如果那个问题 是要解决的 就是我的目标 就是要了解 货品在上架的部分 是不是不明显 不容易让客户找到 这是问题呀 那解决的方法呢 也许我用什么方法解决 我去了解 去找很多的资讯说 过去里面有没有针对 货品摆市 怎么样摆会比较明显 或者货品摆市 有哪一些原理原则 我可以在资料收集呀 收集好以后呢 我就开始想说 我也许我用问的 我问什么结果呢 我问说 有多少顾客来以后 我就问他 你在找资料 会不会不容易找啊 等等 好 把资料收集以后 我发现 真的是我们的摆市上有问题 那我就提出建议 我如何去摆市做设计 设计好以后 我又可以把设计的 来问我的其他相关人员 研究对象 我这样摆是比较容易找到 我这样摆比较容易找到 视觉上 或者哪一个颜色上 或者怎么样去分类上面 提出很多看法 这就是解决我们研究上的问题 好 我第一节呢 我们先到这里做一个介绍 介绍 我再回复 再这个复习一下 跟同学复习一下 我们上面这一节告诉你 你为什么要做研究 研究到底有什么功能在 有同学说是获取薪资 确定研究得到 当然会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薪资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 企业界要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好 那解决问题 接下来研究的方法是哪一些 要透过什么方式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研究方法 然后研究方法在执行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这些都是知识 都是研究的知识 我们在后面的17周 会一一地告诉你们 等到每一次告诉你的时候 我会用一个 大家讨论出来的题目 用那个题目一直做 做一个连续性的 假设性的 虚拟性的一种运作 到学题目呢 会有一个报告 很简单的报告 就像刚刚我那个例子一样 你们的学长姐做一个报告 报告里面呢 它是90几页 我们不要那么多 也许我们15页 20页就好了 可是呢 我也可以把powerpoint呈现出来 我们这一学习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powerpoint一个一个介绍出来 甚至于我们可以抽 大家抽签 抽到人上来介绍 如何做的 大家来做一个评分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 我们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在休息十分钟以后 我们再继续做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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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